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 AXA心理分享 那昨天呢,讲来讲,讲不完啦 因为越讲越长气 由三分钟讲到二十分钟 这样 那anyway,好了 那我自己喜欢在游泳池的时候呢 我就会在泳池那里去做我的肯定句 就像我昨天讲讲的就是 神能贫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远超我们所求所想 就是,意思就是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allow神或者是宇宙 透过我们里面的力量 神能贫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远超我们所求所想 OK 很有趣的 我就发觉自己呢 无论是创造些什么 当我一启动我里面的力量的时候 第一件事会很暢顺 第二就是我做的事很少 差不多就是 我做少少事 可能我做5% 然后宇宙做95% 然后那个credit又归我 这样 然后那些人以为很聪明 其实不是,我做很少事 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无论是商助一刻 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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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东西是有资那天 成为了商助一台 还有我们现在做得那么 那么好 sorry 我们是很慢地做得很好的 因为之前我自己在投资界 我是上位上得很快 我说的是一两年 就是有一个全新的行业 我就已经坐到 Sales Department的最高级 甚至乎公司的最 我们香港的第二把交椅 OK 但是我的性格 我的德行 我的经济 不是,我的经验 是不够了错这个位 结果怎样呢 就是 都有六年很风光的 但是结果就是 都是不行的 因为个人不定 不够老 不够经验老到 还有个人的德行不够 但是这次很有趣的 相对一刻 其实我觉得 我和Tony 都是快了一点 应该慢一点 OK 因为慢一点 沉实一点 但是 又OK的 就是我们 又顶到 然后接着会计社 读书会 然后是 我觉得每一样东西 都是一个奇迹来的 甚至回Astor心灵分享 我们上个星期 前几天 只是 就说我们 过八千了 很开心 现在过了八千四了 只是几天 过了八千四 就是过多几天 我们过到九千了 It's so amazing 我又说英文了 对不起 I'm so sorry 说了英文 因为实在很amazing 真的很神奇 我觉得 为什么会突然间 会那么快 很快九千了 我想可能下个星期 已经九千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快就一万了 就不用去到十二月底了 最近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 我都不知怎样说给你听 那好了 那我又说回我肯定语了 那我一路可以游泳 我就在那里说这句 神能憑着运行 在心里想 你怎样说 在港业流浓 那水便入口了 神能憑着运行在我们 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远超我们所求所想 神能憑着运行在我们 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远超我们所求所想 然后就 果然 今天早上 我就迟了落泳池 我昨天说过 这个叫有猫来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 我看到整个大画面 我看到整个更加大的画面 军事啦 中国的IT啦 黄金储备啦 还有很多很多 陰谋后面的陰谋 陰谋后面的陰谋 后面的陰谋 然后大家怎样玩 然后跟着 Oh it's so amazing 行灵性的人 是不是不应该接触政治呢 是 其实我都叫做很忍得口的 一直都没说 这样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很安乐 很开心 还有我知道自己走得对的方向 这样 这样 这样就有时间玩了 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所以 我很庆幸 这次整件事 我是没什么说话的 这样 也都作为一个灵性导师 是不应该说那么多 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真和假 对和错 又怎样是我这个小市民 一个完全不知道政治的人去说任何东西 只是我想说话 就是说 我发现宇宙 我的神很 amazing 在向宇宙下订单 或者是这个吸力法则 OK 大家不要求财 我其实应该早点跟你说 就是不要求财 为什么呢 除非你上一世 你的种子真的很足够 你个人的得行很足够 还有你和钱的关系 已经非常健康 我们个个人都想的 但是其实真的没有 哪个人和钱的关系健康 因为如果你和钱的关系很健康 你就已经是很多钱 多到你完全用不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真的 完全是和宇宙和神合一的话 我前一两集说过就是 I and Father are one 就是说 我们和宇宙是一体的 是合一的 我们就是个宇宙 宇宙就是我 我就是个神 神就是我 如果这个大家明白的话 当然 你所谓明白 你不会一下突然间 有片树叶下来 然后 我顿了个名栏 sorry it doesn't happen like that 不是这样发生的 而是 你的东西会知道多一点 你每天会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运作的 原来下订单是这样的 我要路路通 原来我里面是这样的 你每天知道多一点 然后你越来越明白 思想创造实相 语言创造实相 行动更加创造实相 然后 然后 很多好东西发生 我对猫绝对是好东西发生 是令到我 非常非常的快乐 非常非常的满足 汇志社 我的工作各样 我都是很满足很满足 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 好了 满足和开心 吸引什么 就是更加满足更加开心 既然我又很满足 我又很开心 我又有很多千多都 我又有很多爱 给我对猫 我对猫有很多爱 射回来的话 那我可以做什么 What else is better than this 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继续创造 我接着下来 就会创造一间屋 那间屋要够大 可能七八尺一层 然后有两层或三层 然后 就创造我梦想的家园 然后 相聚 我觉得相聚是时候 可以再做得好一点 有很多东西我想做 譬如说 我这个小玩具 我这个Kindle 最近 晚上我又早上床 今天10点多 又早上床 又早上床 做什么呢 就是看一些古典的古籍 一些古籍 然后 然后我又 咦 透过看这些古籍 我又和我里面的内在力量 又再次连结 真的十分之开心 好了 刚才我说了 冥想打造很重要 其实这件事情 我想任何一个灵修的人都知道的了 说一说一说 这一集 很多idea都在说的 那 我再说一次 我们 无论是相聚 无论是AXA心灵分享 或者会志社 任何一届的读书会 我们都是说这件事情 不要将你的能量 去肺养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 不要将你宝贵的能量 去肺养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 即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的儿子很严 不要去骂子 我有一天发现 我这对猫 为什么经常都这么严 因为我经常骂他臭小孩 你这个臭小孩 你又做我的东西 你这个臭小孩 然后有一天我想 我是不是连对猫 我都要用这个灵性来对待呢 我就想 咦 其实没理由对猫不是的 灵性的东西 应该放猪四海都合用的 好了 接着我改口 就改是什么呢 乖仔 不再骂他死仔 就骂他乖仔 乖仔乖仔 过来过来过来 咩咩很疼你 乖仔乖仔 你真是乖的了 你越来越大 你这个头很大过乖仔 然后跟着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他两个越来越乖 越来越听话 这样 然后Semi今天上来家 跟着平时小宝 对陌生人 是完全毫不客气的 不理睬的 然后今天呢 就对Semi好不得了 又黏着他 小B又黏着他 那他这个呢 他也有说的就是 Whatever you resist you give energy to 就是我们越是抗拒的东西 你越抗拒 我不想要这个东西 又不想要这个东西 那你就不断给他能量 所以如果大家不断看电视 不断看新闻 然后跟着你去抗拒 哎 搞错啊 这样啊 不合理啊 无论你帮哪一遍 我不喜欢这样 那你就给他能量 然后跟着你会发现 他就不断come back 不断回来 不断回来打你 打击你 所以 我们不会把能量 去营养一些 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其实这件事呢 我可能由 S30分享第一集 还是第几集 是讲到现在的了 然后我发现 每一次有人PM我 有人PM 或者是WhatsApp我 我的PA 将他的问题告诉他 其实都是这个问题的 就是 为什么你对于你不要的东西 你不喜欢的东西 令你心烦的东西 你要给他那么多能量 因为去到生活的层面 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 将灵性的那个 那个道理 应用在生活那里 然后大家就顺其自然 就会 你是怎样就怎样 你就忘记了 是啊 我不应该给能量这件事 特别是前几天 就是我们讲过 有位Mary小姐 她的姐姐失踪了 是不是 去到这些事的话 你怎样可以 她那边失踪了 然后你那边 还去吃大餐 或者你和朋友去 风花雪月 你好像是否 你都要回家 商一下心 难过一下 担心 到处找人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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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又有另一件事我想说 就是 很多时候有人来问我 不知为什么 我现在好像被人定了位 好像我是智慧老人 那样 我不是很老的 不是智慧老人 智慧老师 好不好 很多时候被人问 那些人见到我很开心 就问各式各样的问题 然后有些问题 就 古灵精怪 然后真是 狗不答白 又跟当事者无关 又浪费他时间 又浪费我时间 然后跟着 我想我 基本上我是一个好人 而且我很忐忑 我就很忐忑 很忐忑 然后跟着 我觉得 刚才这个答案真的答得正 然后跟着 对方立刻问第二个 狗不答白的问题 我之前答他的问题 他都没有 你都没有清楚 我用了五十五年的功力 来答你的问题 然后出了一个 那么漂亮的答案 跟着你 都不答白的问题 你就想打死他 说一下 我们是灵性导师 怎么会这样打死人 是吧 不会啦 但是我想说完 其实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 哪一本书 哪一个学派 哪一个workshop seminar 学了一些功夫仔 SS consciousness也好 EFT也好 SRT也好 什么T也好 请你用 而且每一个小工具 很多T 譬如说SRT EFT QT 为什么这么多T 这样 无论你学了什么T也好 那你就用 然后你就记录下 你每一次用的时候 咦 这东西work 那么有趣 然后跟着 再用 你记录下 可以 不是去说 你的神通打开了 不是 神通打开了什么 你那些天眼通 他心通 火腿通 那些什么 重要的事情 其实当我们 接触到我们内在的神圣 当我们明白 我们就是那个源头 I am the source 如果你明白 我们是I am the source的时候 你就必定是呼风唤雨 你必定就是心想事成 而且你心想事成 都是好东西 而不是你潜意识里面那些坏东西 OK 这样 所有我们在我们生命那里 我们遇到的人 遇到的事 其实都是我们吸引回来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用我说 但我也在说 都是我们 我们吸引回来 是让我们去学习 我们是什么人 OK 好似今次香港的事件 很有趣 其实03年SARS 我完全做到 全程去赚钱 什么都不管 然后创造了很多佳绩 赚了很多钱 然后就 然后去到年底 03年SARS 结束了 我才开始看新闻 开始看 原来死了那么多人 原来发生了那么多事 原来那么多公司倒闭了 但是 但是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所有 我有没有看新闻 都有的 然后所有新闻来的时候 我完全 不会让自己有情绪 不会有这个起心动念 然后就是 哦 这样 然后就是 这个医生死了 这个护士死了 然后就是 哇 这样 然后我的工人又跟我说 就是我的终点工人 跟我说 哎呀 李小仔 菲律宾他说英文 当然 李小仔如果你发生的话 千万不要去医院 因为什么什么 但是听了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又没有害怕 没有气氛 我只是平常心的 哦 知道 It's a piece of information 是一个资料而已 这样 然后 所以结果 如果你将生命里面 所有来的东西 你都只是当是一个 一个information 而你不会起心动念的话 那你就行 而今次的这个 我们在经历的事件 就是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有两变的 有好一定有不好 有不好一定有好的 是不是 我今天游泳的时候 我想 其实现在的情况 对我来说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我们会经常问 一件事就是 What's wrong about it 到底搞了 之前我会这样想的 到底我们搞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分化成这样的局面 为什么 哪个人做了什么 在后面 他一定是做了很久 而且处心积累了 不是一两年 可能是用十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才有这样的power 突然间爆起来 香港会搞到这样 然后跟着 然后跟着 我都曾经看下 新闻的 然后跟着我就发现 咦 我就开始关心 不仅是香港的situation 我是开始关心 中东地带 那些 国家在打仗 有暴乱的各地方 其实有很多的国家 没有我们香港的bundance 香港是 水 电 食物 是不缺的 无论如何 都不缺的 我们不是其他 那些国家 人家真的可以 没有粮 没有水 没有饭 没有食物 那些人没有书毒 然后跟着生命都有危险 那你当然是暴动 但是 然后跟着我就开始 很有趣的 我说过 我养了一对猫之后 不知为什么我的compassion 我里面的慈悲心 是令到我 是关心其他的猫 其他的浪浪 那些狗 然后跟着有些虫 然后其他的动物 甚至乎我开始想 这只鸡和我的猫 有什么相通呢 为什么我要吃只鸡 但是我又不吃只猫 是不是 然后是 因为香港的situation 就令到我开始 对这个世界 其他国家 其他人民 开始有这个同情心 那个compassion 那个怜悯心 就是 我们就说 今天我们都去喝茶 晚上去吃日本菜 说我们现在已经是 这样的环境 我们都还可以开车 进去屯门吃日本菜 然后 吃了一千多百元 一人三四百元 然后 但是其他人呢 然后我再看了很多资料 很多军事的资料 很多 讲金 讲储备 讲策略 讲战争 讲导弹 讲高科技 看了很多资料 之后我想 啊 我们真是幸好 香港真是幸好 但是其他国家 不是这样 所以 What's right about it 就是 我突然间 我由一个身心灵导师 或者是一个 Whoever I was OK 无论我以前是哪个都好 突然间 我知道多了 我关心多了很多时事 经济 政治 in a nice way in a healthy way 一个健康的状态 去知多些 还有 什么叫对 什么叫不对 是不是真的 每样都说 没什么对 没什么不对 这句是培训的 口头禅 没对没不对 There is nothing right or wrong Good or bad 这个时候培训都讲 我试试拿完你的钱 你试试你自己 妻离子散 家婆人亡 你会不会说 Nothing's good or bad right or wrong 你会哭生死 然后你会少全世界 是不是 当然是有东西对 有东西不对 然后 不过我们美其名 那些不对 不喜欢 不巧听的 叫做life lesson 但是你不会想 你的生命是 abunch of life lesson 你想你的生命是 joy 喜悦 abundance 快乐 love 这样 所以 我又觉得 ok的 今次这件事 令我整个人成长了很多 还有 我的信心 我的faith 我的信念 是强了很多 但是现在时机 都是未成熟的 现在再迟些的话 但我们一定要经历 现在要经历的事情 一定是这样的 经历吧 没问题的 然后跟着就会 真是我们香港要讲实力了 大家会创造一个 真是我们想见到的中国 想见到的香港 我们想见到的城市 到底我们想怎样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梦想 我们真的要靠自己一对手 去打拼它出来 不要再怪人 不要再怪父母 不要再怪家 怪国家 怪老板 怪旧情人 there is no power in it 没有力量的 里面 里面没有力量的 ok 好了 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的话 给个like我们 留言 按钟仔 看广告一分钟 然后就转载 分享 然后就加入我们 相信成为正式会员 这样 好了 我不说那段东西了 隔一天才说 好累啊 这样 ok 我说到这里 拜拜